欢迎回来 继4月1号 以色列轰炸伊朗驻大马士格领事馆 13号 伊朗从本土对以色列发动大规模空袭报复之后 以色列19号又对伊朗 伊拉克和叙利亚多个地点进行空袭 与此同时 美国军方宣布已在菲律宾部署中程导弹 根据了解 这些导弹完全有能力打击到中国大陆的东南沿海地区 而稍早前 美国总统拜登在白宫会见了日本和菲律宾领导人 这是三国举行的首次峰会 标志着对中国的进一步施压 拜登表示 美国对日本及菲律宾的防御承诺坚定如铁 在美日非三国峰会之前 拜登与日本首相岸田文雄单独举行了美日峰会 拜登表示 美英澳正在探索如何将日本纳入由美英澳所组成的AUKUS框架 展开四国之间有关先进军事技术领域的合作 岸田则表示 这是日本历史的整列点 而以上讯息 除了以色列和伊朗之间的矛盾与紧张 跟中国似乎没有直接关联外 其余都与中国有关 或者更具体的说 跟中美有关 还是跳不出中美战略大博弈的格局 所以我们接下来要问石先生 对于这些形势的发展 您有什么最新的观察 岳分析呢 让我先对当前的形势做一个勾勒 就是说相对于过去奥巴马时代 那个时候美国提出什么重返亚菜 亚菜再平衡 这好像比较抽象的概念 那么现在中美的互相的互动 已经到了短兵相接的情况 所以我最近比较少用中美博弈 要用中美交锋这个概念 好吧 那么但是如果我们再把分析观察的格局再拉高一点 其实你又看到另外一种感觉 那就是中美现在交锋 实际上折射的又是全球范围之类 陆拳vs海拳的跨世纪大博弈 这又是一个博弈的概念了 所以您这里提到的陆拳vs海拳 其中的陆拳跟海拳的代表 应该分别对应的就是中国和美国 是吗 是这样的 陆拳其实有一群国家 那么代表最重要当然就是中国 海拳也有大多个国家 那么海拳代表当然是美国 但我这边要补充一句 中国不但是陆拳代表 中国现在也是陆海双全的特殊的一个国家 明白 但是拉到这么高的战略格局 究竟我们要从哪谈起 那就从我们现在天天大家关注到世界上最重要的三个焦点 一个就俄乌战争 对吧 第二个就中东形势 就以巴跟伊朗这么一个乱局 那么第三个就西太平洋 中美之间针对台海的博弈 没错 这三个地方确实就是当前全球所关注的焦点 但彼此之间似乎也没有什么密切关联是吗 表面上看好像没什么关联 实际上你在仔细推它一两步 你发现到是有关联的 特别是跟中美两个强国的互动有关系 我们说好这西太平洋肯定是与中美两国有关 俄乌战争肯定是与美国有关 但看不出来跟中国有什么样的关系 而中东形势也是一样的 明显是跟美国有关 但好像也看不出跟中国有什么直接的关系 这应该从何谈起呢 那还是要从最原始的 就是说我们讲的中美 我经常讲中美世纪大波一 就是当前21世纪的主旋律 还是从这边开始谈起 我们过去讲了很多了 就是美国做了差不多100年老大 那中国现在在很多指标上 确实已经是老二 甚至于也已经跟美国一样 处在第一的位置 所以这对美国来讲 简直不能容忍嘛 就是我们讲的休息里的陷阱 对吧 作为老大美国 绝对不能容忍看到老二 直追他或者挑战他 或者有可能会取代他 当然中国一再就表示 我们没有任何想法 要取代你或挑战你 没这个意思 但美国这话听不进去的 在一定程度上 我们社生主义从美国角度来讲 我们也可以理解美国 因为你虽然说你不会挑战我 但有一天你变成第一 你就把我取代了 所以美国下定决心 要把中国往实地打 这逻辑上的一个必然 那么当中国说 我不愿意挑战你 但美国把中国往实地打 也逼得中国密尾的选择 我不能白白 就是这样子被你打 中国也只有一个选择 就是跟美国去拼 所以目前的形势 就是中美短闭相接 就这么一个大背景 明白了 所以难道这就跟俄乌战争 还有野色列 巴勒斯坦和伊朗之间的矛盾 冲突有关吗 有关的 那我们就从俄乌战争开始谈起吧 俄乌战争打了两年 到现在还没打完 就要继续 还要打 打到什么时候不知道 但是这一场俄乌战争 从我的一分角度来讲 美国是为了决心遏止中国 而发动了一场战争 而设计一场战争 那么这个做法 实际上是美国战略上的 一个重大的战略错误 所以您的意思是 这一场俄乌之战 说到底也是跟中国 或是中美博弈有关 这应该从何谈起 那就从我过去曾经提过的 一些概念 就是冷战 后冷战 后后冷战 这些概念 我觉得还是有用的 我们简单再复习一下 冷战 我们当然很清楚 1945年到1991年 对吧 分两个阶段 第一个阶段 70年之前 是美国同时对付苏联跟中国 70年之后 基辛丁来中国以后 美国联合中国来对付苏联 OK 这是冷战两个阶段 然后到了1991年 苏联解体了 苏联解体之后 美国开始同时对付俄罗斯 俄罗斯跟中国 这个时候 我认为就是美国 发现了一个非常非常重大 重大战略错误 是一个一连串战略错误的开始 是1991年 苏联解体一般就认为 这是冷战的结束和后冷战的开始 那您说这时候 美国就犯了一个重大的战略错误 又是什么呢 是这么看的 就是我们回想一下 就是1991年 这个苏联解体了 变成一个俄罗斯了 当时俄罗斯呢 有一种非常强烈的企图跟倾向 就是希望能够加入西方阵营 希望能够被西方阵营所接纳 我们都知道 这个苏联也好 俄罗斯也好 它这个幅员很大 就横跨欧亚两大洲 但实际上对俄罗斯跟苏联来讲 乌拉山以东 也属于亚洲那一大部分 什么西伯利亚 都它最近 18、19世纪以后 慢慢去列国来了 但他们认为 他们自己认为他是白种人 在种族上 在宗教信仰上 在文化上 跟西方是一体的 他从来就认为我是西方一体 所以虽然战败了 被这个美国这个拖垮了 但是还是希望能够加入西方阵营 这个信心我们可以理解 但是呢 那个时候西方阵营呢 虚于伟毅 就忽悠他 你把制度改一改啊 我们就欢迎你来 结果到最后根本就没有 曾经一度什么G7加1啊 后来俄罗斯发现都被骗了 所以当时如果说 俄罗斯加入西方阵营的话 那美国战略上就成功了 但实际上美国犯了一个最大 重大战略 没有接纳俄罗斯 所以您认为 这就是美国所犯下的一个 重大战略错误 对 那么如果说那个时候 美国接纳俄罗斯 那么今天在中国的情况 处境又不一样了 你看到不一样 所以呢 进入到后冷战时期 91年之后 这个美国不然没有接纳俄罗斯 而且同时对付 美国心目中的两个对手 一个是俄罗斯 一个是中国 然后在西线跟东线 西线就欧洲 对俄罗斯北约不断通过 一次两次三次四次 对吧 那么在东线呢 在西太平洋 美国也对中国不假辞涉 我们可以看到这个 93年 有个银河号事件 对中国加以羞辱 然后96年 有台海的海峡危机 然后99年 还误葬 这个所谓误葬 刻意的 南联盟的中国大使馆 那么这个时候呢 美国是霸权 那中俄两国呢 也是没有能力反击 也只能后 忍气吞声 但这个时代 到2001年 就告一段落了 那么说 从2001年新世纪开始 州美俄之间的互动 又进入到 另一个新的阶段 是这样的一个意思吗 没错 为什么我说2001年 我认为就是 后冷战的结束 而是后后冷战的开始 因为这两个阶段 是完全相反的 因为在后冷战 就是1991年到2000年 这段 是美国占了一个 非常大的一个上风 来欺负俄罗斯跟中国 但是呢 这个阶段到2000年 就结束了 2001年呢 中国跟俄罗斯就开始 反抗或者反击了 那这个当然原因 就很简单 就是美国开始往下坡走了 美国有911反恐 然后两个反恐战争 然后2008年 世纪金融海啸 美国现在往下走了 而俄罗斯呢 普京上台了 这个熊猜大略的 也整顿俄罗斯 奋发图强 中国呢 也经过了二三十年 这个改开放 也蓄积了一定程度 国立了 就不像过去前一个阶段 那么忍气吞声了 那我们说 这个一销一掌 既有销掌呢 这形势自然有变化 怎么变呢 具体说就是 俄罗斯面对美国 北约的一再东扩 是吧 然后终于不忍了 2008年 就入侵格鲁基亚 美国呱呱叫 没有用啊 是吧 然后2014年 就吞并了克里米亚 这个美国 西方也是呱呱叫 也没用嘛 是吧 这是俄罗斯的反击 那中国也一样 中国面对美国 在西太平洋的介入 中国发展成功的 这个反舰导弹 这个也很厉害 宣布东海防空识别区 是吧 然后2001年 还有撞击事件 就告诉你 美国不要再过来了 是吧 然后还有南海 填海遭岛 这些都是中国很有力的 针对美国在西太平洋的介入的 反介入的一些动作 是 那么进入到2001年之后的厚厚冷战 无论是在欧洲还是亚洲 中俄与美国的形势 的确明显出现了变化 甚至我们说翻转 那么美国对于中国的反击 它又是如何面对 看得出来一开始美国还是 你也翻转 我就硬给你杠 是吧 所以美国当时还是继续的 对俄罗斯 用北约东扩的方式来压俄罗斯 那么在这个西太平洋也是 美国针对中国的反介入 也不服输 也继续的要给它来针对中国 那么但是看起来很明显 美国已经没有像 后冷战时期那么多多 那么有力了 美国也感觉力不从心了 虽然他的气势上 还是愿意要打俄罗斯 但是那个力量已经不太够了 的确是有这样的一个现象 相信美国自己也感受得到 那么所以呢 所以美国就开始进行 这样的反思 总觉得好像我现在 要对付 同时对付这个中国 俄罗斯好像力有为代了 所以应该去考虑考虑 看看是不是不能同时对付两个了 要把这个主从分开来 要把最大对手跟次要对手 要把他分开来 先对付那个中的最大对手 对吧 有道理哦 也只能是这样了 那么关键就是这个顺序 怎么排 先对付谁呢 美国确实在反思这个问题 那在这个时候我也谈了 美国又要犯一个战略错误了 这个这个话怎么说呢 就是19 2016年 特朗普上台了 2016年 11月 特朗普当选美国总统 以后没多久 还没上任 他就请教 基辛格 那么基辛格作为一个美国大战略家 当然也跟这个 这个特朗普做出一个建议 他说我们现在必须要开始 跟俄罗斯和好 要结合俄罗斯来对付中国 特朗普应该是听进去了 何况特朗普跟普京也是心相喜 对吧 所以讲完话没多久 这个94岁老先生的基辛格 还专门飞了一趟莫斯科 面见普京 但是基辛格这个联俄 对付中国的这个战略 最后没有能够贯彻下去 理由两个 一个就是 这个特朗普背了一个 什么通俄门 是吧 被人家怀疑 你是跟俄罗斯暗通还取 是吧 再一个呢就是 美国朝野 这种反俄情绪 非常非常强烈 使到这个联合俄罗斯的 这个战略 始终没法 能够推动 那么这个让就是 让基辛格的一个反俄 这个联俄 对付中国的一个战略 不能够贯彻下去 这是美国犯了一个 非常重大的战略错误 也就是说 这因联俄却未联俄 美国而言呢 真的是犯了一个 重大的战略错误 回到我们刚刚的话题 美国已经没有力气 来同时对付 中俄两个大国 所以必须做一个选择 排个序 决定先对付谁 对吧 是 其实呢 这个他们那个时候 已经想到应该 中国是越来越厉害了 是吧 只能把全副力量 对付中国 所以基辛格的想法是 联合俄罗斯来对付中国 但是拜登呢 他的大方向是对的 要对付中国 但他的做法 跟基辛格完全不一样 基辛格是要建议 联合俄罗斯 对付中国 那拜登的想法是 我先对付俄罗斯 我先把俄罗斯 对付掉 然后就少了一个对手 然后我再集中 所有西方力量 再来一起来对付中国 那么这个呢 就犯了另外一个 重大战略 所以美国是 战略一个一个战略犯 明白了 这就是俄乌战争 开打的一个大背景了 美国算盘是利用乌克兰 消耗俄国 甚至是拖垮俄国 不过两年都过去了 事与愿违 那么至今呢 也没有看到成效 反而是让两方都陷入了 泥潭之中 不仅如此 美国一向有效的 来掌握中东 也因为了尾巴冲突乱了起来 甚至还发展成为了 以色列和伊朗之间的交火 所以原本的中美大棋局呢 怎么会下到这个地步 如果这盘棋继续下下去 又会下到怎样的一个地步呢 精彩分析 马上进入切乱股经